女人 程真儿 韩丁 林桃都去世了吗 最后郑耀仙 孤独艺人呢 最终郑耀仙的感情生活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要创业之一 因为郑耀仙的身份特殊 故意在情感各方面遭遇了许多的波折 第三位女主角林桃还没有出现 和韩丁两人身份还是对立的关系 第二位是重庆军统王牌特工 表面残酷很大的军统策务 维子六 这就是代号封筑的中共情报人员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他内敛 年龄 绞急机制 且心疼守在 协助公安纪约 获获多起潜伏策务 为中共工作做出巨大工作 在自己封筑的封策被阻证的时候 他仍然以隐蔽的防止 协助公安局 凑获多起潜伏策务 在三十多年的情报人声明中 他被敌人长期追杀 执受着欺凌影响 最终 他和三个女人有感情纠缺 女友陈珍尔 被国民党中党社工 负责人高万能 男女伤害 何海琼饰演的韩天 表面是八五军侦察科 女科长 实际是潜伏在 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社工 在历史和命运的中中下 却偏偏产生了 均明相激的情感 与小小事实验的林陶 是国民党中党的特工 本绿色有它 却与郑永仙 陷入情感激缩 一种选择 与君往命天涯 成为暴露的夫妻 安丁和林陶最后都去世了 与郑永仙是独自一人 新年演员林陶在剧中 顺眼赵简芝 她是有云荣饰演的郑耀仙 在冰桶中的下属 最终林陶饰演的赵简芝 前一集还是 闻气十足的报道音彩 后一集则变成 顶着一头光明面头的街头 流浪汉 人物形象转换颇大 当林陶饰演的赵简芝 流浪汉是一段出现时 就说 最终路人都握着嘴色 我的屏幕 感觉 都能闻到一股 酸酥味 林陶饰演的赵简芝 可谓被 有云荣饰演的重要天 防灭 她为这位 高明品作者的演戏 一生酸酥醋 秘密提成任务 女人 橙真儿 韩丁 林陶 都去世了吗 最后正要先 孤独一人吗 剧中正要先的感情生活 也是这部电视剧的 主要康律之一 因为正要先的身份特殊 可以在情感色方面 遭遇着许多的波折 第三位 女主角林陶 还没有出现 和韩丁 两人身份 还是对立的关系 第二天是 重庆军同 王坎特工 表面残酷很大的 军同 作物 为子六 这就是代号 中的中共情报人员 潜伏在 国民党内部 她内敛 拥忍 缴绕 缴绕 机制 且 兴奋 守在 协助公安局 获获多起 险子 策务 为中共工作 做出 巨大 工作 在自己 风筒的 孙岑被 阻碍 中的时候 她 偶然以 隐蔽的 防守 协助公安局 拖获多起 险子 策务 在 三十多年的 情报人声援中 她被 敌人 长期追杀 受着 欺凌 击散 对她来说 情报人本身 就意味着 犠牲 而一个人 没有辜负 为国家 实习 就是对 自身 嫁妇的 最好 正人 最终 她和 三个女人 有感情 修哥 女友陈真尔 被国民党 中党社工 负责人 高万能 男人伤害 何海琼 饰演的 韩兵 表面 是 八五军 侦察科 女科长 实际是 潜伏在 共产党内部的 国民党社工 在历史和 命运的 中生下 却偏偏 产生了 非名 相激的 凝反 与小小事实验的 林陶 是 国民党 中党 女科工 在 绿色 有它 却与 郑永仙 陷入 清党之间 一种选择 与军 网民天涯 成为 暴命之息 韩兵和 林陶 最后 都去世了 廖仙 是 独自一人 青年演员 林陶 在剧中 正眼 赵 简直 他是 有营营饰演的 郑耀仙 在冰桶中 下属 最终 林陶 饰演的 赵 简直 前一集 还是 闻气十足的 报道音才 后一集 则变成 顶了一头 光明面头的 街头 流浪汉 人物形象 转换波大 当林陶 饰演的 赵 简直 流浪汉 准备 出现时 就说 最终 路人 都 有 我的嘴色 我的 屏幕 感觉 都能闻到 一股 酸酥味 林陶 杨树 这 感觉 可被被 柳林 人 志愿的 重要性 防灭 他为 这位 高明品 主持人的 演戏 给征服 为他 判断 小姐 一身 酸 酥 臭 秘密 提成 任务 主持人的 组 散优 一些 与你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